欢迎回来 目前双方1比1打平 刚刚第二局比赛的赛后语音听的确实是很激情啊 是的 放了两边的赛后语音 对 这是旋转 名副气势 直接给武汉East大FRO激活了 手法都开始喊出来了 都有手法 而且上一场比赛 华海拿到了赵怀珍 East大赢了之后 最开心的应该是FLY 是的 牛头保住了 第一局比赛打完之后我看 慌得不行是吧 有人在评论 就是在微博底下评论说 拧掉了一个牛角 牛角先拆了一个下来了 如果再打赢一局就是两个牛角 两个牛角都没了 FLY慌得不行了 现在看来保住了 恭喜FLY保住的头 也同时恭喜北京微博进了S组 是的 是的 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一局 接下来这一二三三局比赛 就是对于这个影响SAB组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那就是真正手法对决 开始手法对抗 看能不能看到一些我们平时在赛场上见不到的冷门英雄 看能不能出场 是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比赛选择了篮加上猪八点 是的 老命大额 没拿射手 先拿了孟琪加项羽 哎 现在边路立于不败之地 孟琪出来 没错 这边路两个英雄选的确实猛啊 项羽加孟琪 孟琪很烦孙斌啊 嗯 打不到 他会给你拉扯开 是 对了 那个孙斌也是紫阳打得非常好的一个英雄 因为他可以一下把整个团队变得很灵活 然后搬掉了搬7号 看黄忠要不要搬 因为黄忠这个阵容不太好不错 搬掉了 那就还有连结之类的 对 来笑是用了 以陛下的名义 打迪人杰自己拿掉 打迪人杰自己拿掉 不给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射手吗 后翼 也不好用啊 打迪人杰的话 戈亚 但是戈亚跟鲁伯纳斯又不太搭 不是很搭 你如果要选戈亚的话 那鲁伯纳斯就是一个纯开团了 那爵异这里的话 他 塞小香 可以 因为加罗也没了 大射的话就剩一个后翼 对 这所谓 不行就拿游射呗 公顺离 真的戈亚 还在那里戈亚 还有一个中单 公顺离也不好兑现敌人杰 选了个戈亚就是要强打对线 再把就是鲁班大师去打节奏 可以开团 嗯 输出上这套阵容也是够的 因为有一个项羽在 项羽在团队出租也很高 哇 貂蝉 轻荣的貂蝉 锁了 这是这个赛季第四次出貂蝉 是的 前两次的话都是黑偶 心很拿的 他有一次是异曲 然后就是轻荣这把貂蝉 没错 他如果锁的话 这把貂蝉确实打孟奇 打项羽这种前排 挺好打的 因为这局比赛 因为其实在上一次选择貂蝉的时候 一曲不是讲的吗 打孟奇一般 但是因为戈亚的单体能力不强 他爆发不高 对 貂蝉怕爆发高的 是的 你如果一点一点刮我 那我直接打你吸上来 然后这一局需要注意点 就是帮助轻荣处理到赤神这个发育点 就不能让孟奇作为野荷发育的太好 如果他发育的很好 教权是扛不住的 目前来看的话 孟奇 除非你真的打野区 要不然这个孟奇在边线发育不好拦 他还笑得很开心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个能够解答的 只有现场的观众以及教练 以及我们的赛后语音 是的 对吧 主要是赛后语音 刚聊到了这把要怎么去搞野区 毕竟子杨的孙病也带了个成绩 我来抓二人了 这两个人 这局貂蝉加孙病 确实不是很好的 因为这两个人加起来六个技能 没有一个控制 这是王 要一个沉默 追人挺厉害的 追人很厉害 孙病如果在左侧那貂蝉反思 但是孙病如果跟貂蝉一起的话 那帮貂蝉抬血 我觉得孟奇拿这个吊蝉也没什么办法 没错 抬血抬蓝 这局下路封杰只要不逆封 那紫阳也不需要去帮封杰 就主要帮青龙来抢线就好了 当然一赛也可以做换线嘛 他可以直接把敌人杰放中路 来缓解吊蝉第一波的压力 是的 肯定他到了三级 我最近看到吊蝉 其实开局都是放编的发育 尤其是发育路 钱多 先给他打钱 先让他把CD做出来 CD鞋 然后两个剩下把点 是的 给他做出来之后CD就够了 看这局比赛 双方其实从理论意义上来讲的话 都是单前排 但是因为开了这局比赛 没有大射需要他保 所以他可以作为一个先手团控 可以开 当局开团 当鬼骨子打 那怎么是开貂蝉 有点难 难开 敌人杰也难开 猪八戒也难开 所以这把开团也不是很好开 对 看能不能让一心逼出敌人杰的一个2 对 这样才会比较好开 项羽跟一心 是的 来吧进入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 来自防杭州有DT大额 来自防武汉一次大破 我是名字 我是潇洒 全军出击 OCD 加油 OCD 加油 OCD 加油 O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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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高的 倒打一耙 哎 被项羽 项羽拿到了 是的 伤害高啊 十八戒的伤害还是低一些 金融要回家了 血包都不吃了 他是生血包啊 下路想下路给压力了啊 给了一个月塔的架势 是的 但一想 我觉得凯特就想过去骗个技能 没错 但是封杰带也知道 我有二技能在手里 不怕 前击鲁伯纳士也没四 有塔防 看轻柔 十连饼 有冷血在身 湿冷血 没错 然后调和加上一些法穿 调和的话 加一些续航 加一些坦度 多了四百五十血 主要是有那个回血 之前铺住活物也会带调和 甚至出了 早期出那个提神水晶嘛 对 哎 黄牌 黄牌不好中 对的 哥亚很滑 全是小走位 上路上一层顶塔里了 又是被强化普攻拉反了吗 应该是的吧 哎 这个一技能坦然也没过强了 是的 在这一波能勾过去 就弹来了 一技能顶上 他两个大招A一下 再A一下 伤害不够差一点 这一波我们可以看看回放啊 我小地图看的是小洛本来是想 向左位移的 但是方向又反了 又被坦然勾了一下 又勾反了 坦然玩的是赵怀珠 也有一个晕头转向的功能 对 但是下路的话 是一撒的 身边死掉了 没错 对 老给这大鹅打了一波 嗯 传下来 如果正常来讲 向又不可能自己盯塔里 没错 也杀不了 这确实是有细节啊 坦然这局比赛 把猪八戒 完成召唤针的效果 尤其是在打对线的时候 对 哎 下路啊 又来了 比心外面就去框一下 撞不掉 这没办法 没闪现的 生命一直在跟着貂蝉 下路他生命去了一波 但是死了 武汉伊斯大普罗 发育路啊 真的挺难的 我还记得上一场比赛 当时也是想要打 武汉伊斯大普罗的发育路 但是这一局比赛 不是清荣拿了个手约吗 对 所以下路就没有打到一针 打的是清荣 当时赛后采访的时候说 其实是想打一针的 然后今天上了凤杰 打的还是发育路 又来回来的紫阳 你撕血 二级的开始跑了 向羽接上一个链子的大招 没有命中 是的 他想要利用 这个位移 让向羽的大招的距离 或方向改变 差一点 看上了 看这一波 小洛估计 你技能 二级的顶强 一个勾 他是A闪 对 他抓准了向羽想要回顶 然后他故意A闪 往塔下他 是的 坦然先帅了一波 然后用一技能 撞了个墙 这节目效果操作 都被坦然拿捏了 也像他说的 羽音说的 有操作 对 有操作 有手法 他说是有手法 坦然真的是很喜欢 用这个猪八戒的新皮肤 又来 又来了 一闪 二技能勾回来 打出被盗之后 再击杀 早点也倒 又空局 再拽一下 两两波 没开二度 这波是 风杰补上了一个 大闪 是的 牌 这对老人 大哥来讲 太伤了 本来下路打出了 铁铁的优势 一来中路 结果两个点 全被打掉了 这样的话 就是很疯了 就前面你在下路 打了半天的优势没了 对 因为你戈亚的时候不能死啊 你这个时候是需要补钱的 你这一波阵亡了 上路掉个一塔 戈亚打团还怕出挖界那个墙 对 带了几跑过不去 然后他要留个一技能 留个二 二技能 二技能翻滚过墙 他如果没有二技能的话 就彻底绝望了 是的 主要是 你现在中路没有节奏了 中路坦然猪八戒过来之后 早点内波阵亡 再上了孙命的转线 来看一下 如果开了想开 转一下就让二技能躲着链子 回头反打 站在了一星的外面 直接一面打 中路还有一个兵线 青蓉 这一跳没有跳到人 空二了 雕蝉的好处 带个弱化 一星如果大招 框到了很多人的情况下 雕蝉直接 原地开打反打 是的 大招推出去 把蓝buff反掉 老感觉现在就很难受了 哥呀 我的摩托也能旋转 他确实能转一圈 没错 但是没有什么伤害 没有用啊 倒是这把项羽被出八戒 弄了几波旋转 弄了几波180度旋转 对 出八戒的这个二戒能被动打 牛魔 打项羽这种 直线型的控制技能还是挺好用的 很容易让他反向 光队峡谷的技能镜头就是旋转 又来了 八戒闪开 又够回来了 闪现都被够回来了 是的 杀了两个 我的天呐 坦然这把猪八戒 天鹏元帅 站在老干街的脸上打呀 新一代猪王 没辙 项羽啥地 顶上去大招 崩一下在那边 敌人阶中还收到闪现 躲开 是沉的梦奇赶过来 但是人已经走远了 轻荣在脸上 给个二几能挂减速 他也上不来 不好上 对他如果要是进去的话 硬打 那就会被轻荣 持续的挂减速 但是好像吃 吃神两下 还是有点遭不住啊 江山没防装 啊 这个我早点最亏的是交了闪 还被拉回来 对 这个判定有点猛 跟鬼骨子的拉一样 都是有弹性的 因为像鲁巴纳斯的拉的二段 包括鬼骨子那个拉都是在 他判定生效的一瞬间你如果逃出去 他是不是把你拽过来 没错 都是橡皮精 现在华海在打龙 八分钟前的最后一波小龙 但现在对老干爹大俄来讲 经济差并没有被拉开 对 八戒又想留黄牌 中孟奇 孟奇大转走 这个位置不好打 但蓝的位置 绕好了 哎呦非常舒服的位置 能图三个 一口咬三个人 直接秒掉 再击打掉早点 然后给个链子拉了一下华海 但是华海算太好了 不致死啊 我这部位置绕的 真漂亮 老干爹大俄没有意识到 蓝打完龙之后的位置 对 暴君打完之后会有一个波暴的 嗯 但是没有人想到华海直接绕过来了 关键是中一塔都还在 是的 打了个视野盲区 这次波打的 打架打出了经济差 三千多的经济差 孟奇现在就没有环境了 如果依斯大一直抱团 感觉他不好发挥 出了团局 但现在依斯大的正面冲击力太强了 冲过来 杭州老给你打了 一心 哥呀就要倒 嗯 不是猪八戒闪开 就是蓝的绕后 他们现在防不胜防 我爸非被扣 现在 孟奇是上不去的 孟奇上去的话会被 孙明直接拉扯开来 然后就脱节了 对 孟奇虽然拿到了红 但是用不上 他不敢上去A人 黄牌 骗中孟奇 开仓球 孟奇这里 极限大招跑了 是的 在貂蝉 蓝血 没有阵王 但这一个霸王斩 还是被我被一刀劈掉了 他的二技能并没有躲掉向羽的霸王斩 对 这波是基础操作了 就如果躲掉的话不会死 没错 没躲好 应该那一刀劈出去的时候 应该二技能还在冷却 因为教堂的二技能 没有那么快 这招牌有没有开大 那这条龙是被老干爹大鹅给拿到了 再卡一下 中路 不敢推了 这波台湾过去把视野全部罩住 然后保住队友达龙 在老干爹大鹅发泄了 一个勾 又勾过来 一向外面举 框到了 有这个敌人结 那波往前冲 再来个大招 直接打起敌人 把敌人给秒了 教堂这个位置在跳 但是孟琪再来一下 马教堂给A死 戈亚拿到了人头 但是伊斯大爷把暗影主宰拿下来了 暗影之境放中路 是的 老干爹打的还是很主动啊 在那个位置看到人之后 他们知道如果要是往前应急去抢龙的话 不一定能抢到 所以他选择直接去拍人 因为他们身上有暗影暴君的buff 打架不怕的 再加上一星的外面之居留住了敌人结 敌人结并没有选择交闪躲掉这个控制 嗯 那就被集火了 而且蓝第一时间是在打龙 没有办法过来打 没错 发海又开始绕了 发海绕到了二塔草 没机会 蓝区的蓝buff前面打龙那波 这波被打掉 嗯 轻松做出了十只欲言 要不然 没抗性 扛不住啊 是的 孟琴他太痛了 这波是一星的大招先手就这么 碰住了 风节没交闪 对 这个不应该 啊 他第一时间想的是补伤害 去点小洛 点项羽 哎又是 这个位置 又在绕 哎 这一个底顶到 但是还好有二 敌人结 冰霜长矛 法球流 这一把法球流敌人结 他不能被一星留住 对 吃AOE吃太多了 还是扛不住 他法球流敌人这局比赛 他想再舒服一点的话 必须要等到 把血手做出来 他血手不做出来的话 还是不够 或者是不够肉 对 扛不住 然后我们看一下青龙貂蝉的荆棘 他虽然比一星高 但是相较于孟七的荆棘 低了三千 哎呀 所以他真的扛不过 是的 扛不住得脱 要不然就是利用孙兵的二技能拉扯 花海带完线又溜走了 花海这把野区的小野呀 能吃的都吃一吃 鸡少成多 但现在没有龙 还有二十多秒 一大是想结一波上线 他想把上路的这个远南线带完之后去控这个暴君 从站位上来看的话 老格尼大鹅打这个龙是有优势的 对 孟七漏了 但是花海是想要把线拦了再过来 对 因为中左草的事业都是一大 所以 赤城的孟七也不敢上去去在河道位置拦这个线 但是中线是被老格尼拿了有个时间差啊 对孟七现在是神装 上路直接放了 放线 那这样的话 一大就占据了优势 要接的 这就是他们断线的原因 对 掌握了边线的主动权 如果你不管高地就受到了威胁 哎 正面想打 我把你勾了一下 点个链子走掉 救了一下 但是这波看得过去之后 想人拉链子在那边 风铁二线给解掉了 只能交位已跑掉 敌人杰直接过去追 先打跑了哥呀 法球流的敌人杰对点哥呀是不虚的 项羽还想闪顶大招 这一波再来个大招 A一下这一招 二技能解了 是的没有A到 然后威蜜的二技能 回了一口血之后 让哥亚和孟吉上去 带走了亲人的貂蝉 貂蝉扛不住 是 这波是龙被伊斯大给拿了 但是一瞬间的团战出发之后 本来花海的位置 是切到了哥亚 但问题是被一新大招 框住了他出不去 没错 追不了哥亚 角落这突如其来的一个闪现 顶上去啊 把凤姐给吓着了 是的 还好他二技能解了没有被晕到原地 没错 跑掉了 但是貂蝉是选择了 蓝一下对面的人 啊 被哥亚受掉了 哥亚现在也四件套了嘛 哥还有个孟吉在 刚刚青龙的血量也很少 我感觉他需要出一个 物抗装 顶回来猪八戒 哪怕就能勾回去 A一下 黄牌没中 但是蓝 这一发普攻 这一发普攻跟上去了 点掉了小洛 报了刚刚中路的仇 是的 本来黄牌没中以为杀不死 但是项羽还是没有那么肉 他是靠回血 他的血量是具备欺骗性 没错 他现在cd也不高嘛 只有一个冰霜 一个冰痕之物 10 霸王级 霸王级有一点点的血 有一点点 对 一点点 他没有生 但打比赛一般都不少 对 都是先出防装 出一个霍神霸王级没意义啊 因为不卡那个攻击力的预值 对 出攻击力的预值 那是路人局用的比较舒服的 但很脆 对 打比赛还是主要是出这个专精装多了个续航 机动性变高了 大家如果打5排的话 这个单前排阵容也可以这么出 因为在路人局其实梦魇出的比较少 就低分段的话 没有人会盯着你 对 就等到想到出梦魇的时候可能已经后期了 不像kpl的选手在装备上研究的这么细致 想看这波 泰特有奔狼的 总感觉他想抓一波 一波伊斯拉中下同时漏人 冲一边 对 一瞬间打伊斯拉人不起 又是一样的 各战半途 这波花海要去断一波线 但是后面还要再断一波才行 因为还有三十多秒才刷这一条暴军 还会再出一波兵 先挤中右视野 这波要防着了 因为梦琪在上 还梦琪如果漏的话 还好龙没有刷 上落的兵线会是一个 河道交汇线 对 那感觉老根大鹅想先带这波线吗 这波线要带的话 把中所挤出来 没人带 但是上路如果要带的话 就要龙有可能会被弱掉 蓝士是让后不想带线 如果带下线就会暴露 他藏了一个非常深的位置 这个位置梦琪都探不到 对 如果正面打起来 老根大鹅的人往红区跑就会被蹲 正面给压力了 一心给大了 留住了敌人杰 他要往前挤吗 但是花海的位置 被孟琪给拦到了 给大招进到龙坑里 向羽倒了 向羽扛不住 向羽扛不住 是的 看八戒 二戒一丝血 格亚带飞上去 一个强化普光 拿到了双杀 再回头去找清荣 清荣二技能跳兵线过去 脱离了自己大招 是的 二技能 这肯定走不掉了 看了个飞跃 没有 二技能再走 就能拖时间 还要追上去 二技能贴到了 绝一的脸上 但是开打的那一瞬间 还是被点死了 这波格亚 遭后打残局太爽了 打了67的输出 对 他一直在 没有人限制他 因为蓝的位置是被刚刚的孟琪 钉到了 对 赤神 我一开始以为赤神会 过去打团 但是赤神他找完了 红后草之后 他最终还是选择 过去把那个草看一下 觉得不放心 正面蓝一直不漏 华海那波的让后对他们威胁太大了 对 这波敌人节被留了 项羽第一时间没开出大小 落 没交大 死活没交 他往前都走了两步 他大闪也行 就是没有交出任何技能死了 好亏 那好在戈亚这里的环境太好了 是的 项羽扛伤的那段时间 戈亚一直在输出打敌人节 剩了一个落单的貂蝉 杀不了 被粘住了走不了 孟奇把鞋子卖了出了把破均了 这把攻击力拉满了呀 他想过去只要摸到一下秦荣 或者摸到一下风景 就不太秒了 就能A到大动脉呀 是的 重拳 但他这局比赛 出的装备啊 显然是想要打前排的 他打谁都行这装备 他的装备是出了一个末世 对 他出了个末世加随行锤 他这穿透百分比攻击都有 对他不同于我们今天说出来的那种三种出装 是的 哎 这波老根大哥提前断路上线啊 为他们打风暴龙王团制造了一个优势 没有祝梦竹锋 但是有引刃加攻速 他把竹锋卖了 前面出了 换了 蓝带上路露头了 一行大招留住了一个丑八戒 对 敌人杰也进来了 独八戒技能全在啊 向羽闪顶 一个大 一个大招 但血量不是很高 所以伤害也不是很高 他这个位置跳起来 开始归越 二锦腾这波空二了 那边孟静环又砸了起来 这波走不掉了 对 可以打龙了 二锦腾刚刚应该回头跳的 跳到对我身边还能走 但他选择了往蓝buff的方向跳的话 撞墙空二就没办法玩了 这样拿 风暴龙王 有一个护盾在 现在对于蓝来讲 挺难切的了 而且我们会发现 蓝萨在没有蓝然后 牵入的情况下 正面有点打不过老哥那大伙 是的 孟奇也算半个前排 他满质量的时候 他的双抗 包括他出的是肉刀 蓝这个版本 其实后期挺尴尬的 他后期 挺难进场 对 而且又是比赛 大家容易盯他 啊 需要帮忙吗 现在就是正面 雕茶也没有起到想象中的效果 还是没有防装 两双鞋 太脆了 看他出了个月神 黑月神级月神 开了之后能回一部分状态 回一点血 嗯 哎冲到了一心 娇蝉走了 没打到框一下 在正面的坦然 带来疯狂的A 梦境环游梦境卷 再转出来 把这个防御塔给清掉 花海回头顶一下 黑大怪那五云手 花海没有被打出复活 蓝鞋跑掉了 那正面的话 杭州老哥那大鹅 状态不好了 得走 孟奇 撕血 顶着护盾 都是撕血逃生 破了一座中高 那这条风暴龙还被拖下去了 这波好像是Pete 他没有闪现进去开到他想开的人 说了这一局比他不好开 对吧 这种出现时我们就挺聊过了 他一拉 他最多能看到的是B 就没有保护技能 没错 这比他坦然站最前面 有霸体 蓝鞋他也不好开 貂蝉他也不好开 有辉月 敌人杰有二 真的很难开 这把开的 可能说只能补小洛的后手 小洛上去之后看能不能逼一个技能出来 然后他就开 那这波风暴龙是被伊萨拖过去了 下条风暴龙还有七十秒 在上半途 双方的边高都还在 这个位置 有点吓人 向羽出来 因为向羽他从你的视野盲区出来 一闪的距离非常远 对 可能他防不住 他就把你开起来了 正好鲁班纳斯这个阵容也能跟得了 他给链子一闪跳过去直接接控 你 坦然补了个血手 向羽这一身纯肉装啊 真的 敌人杰黄牌如果打不到他的话 那也打了死 凤杰最后补的是一个破晓 他没有魔抗 冲一下 顶到的是向羽 冲爆龙王还有15秒刷新 下路这波兵线等交互花还要去处理一下 如果这波兵线先处理掉的话 有两波线 对 他不处理的话下路高地就危险 这一波但是如果处理的话老干爹就直接去挤龙坑视野了 那目前来看他们卡住了龙坑视野 如果这个时候处理线线还行 但他们 如果不处理的话就会成为一个伏笔 下路是两波线交汇的 所以一刷 后面要再刷一波线但是这个下路的高地刷了 刷了一波兵线出来 暂时能顶住 对 那还行 龙也打不了 好 好 轻入这里终于做了一件物抗装 极寒风暴 他应该是把CD鞋卖了 是的 我还想着他要不要出个不祥 因为他 顶不住 他CD鞋卖掉之后 补了这个极寒风暴之后 然后鞋子上还是用一个 任性鞋 是的 孟奇打龙好快啊 三万两万要先底了 一万二一万九千 要打龙啊 三千两千 孙必抢到了 孙必把龙抢到了 紫阳抢了龙 局势瞬间扭转 先倒下两人 再往前追击二级 跳到了早姐 他早姐也凶多击少了 二级死了一个阵神 在黏住打住早姐的背头之后又是一个二技能 飞死 中路有兵线 敌人节带兵线可以点塔 尔科亚的位置要被专业找到了 回不去 是的 紫阳孙并抢龙 我的天啊 赤城好像是被龙王给击飞了 是的太夸张了 杨又是一个孙并带着逞击的 带逞的孙并 本来这波龙 按照老干爹大鹅的计划已经秒掉了 没错 花海 都笑了 对花海都笑了 我们恭喜武汉Insta Pro 这一局比赛 确实结束的 很神奇 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本来那个龙 稳稳到手了 把龙王给了个鸡飞 把孟琪震飞了 他连逞都没有交 紫阳过去把龙抢了 孙并 逞击孙并 原来是把伏笔埋在这儿了 而且紫阳这把的出装也是 气凌短刃的那个 升到了 满的 满刀 满刀加上面具 还有 梦魇 对 AP装备出了三件 是的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琪 紫阳说 队长这条龙王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个逞击孙并当时陆西法也是惊呼起来了 对 这就是黄尘孙并我只能说 而且 其实那一波我觉得LGD做的觉得特别好 其实第一时间 我和A3 Pro其实没有反应过来 那个蓝的位置 第一时间都没有 还没有到达战场的时候 龙影要抓掉了 但是却是万万没想到 这时候黄尘孙并站了出来 因为打到那个时间点 像A3他们的阵容的伤害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说他们有貂蝉 但是貂蝉这把局内 我觉得就是这英雄 可能还是垫的时间 这个体系垫的时间比较少 没有打出来一个很好的效果 包括他这把敌人杰是个法球流敌人杰 你看到后面就被追着杀 然后对点也对点不过 就是这把敌人杰也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那个龙王的盾以及 高额的这个龙王的那个垫的伤害 帮他们在最后一国团 把他们这套阵容的弱点是补足了 没错 然后这一把的话看到戈亚 其实他的一个输出伤害 到了后期还非常可观的 没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周的戈亚 真不刮了 这周的戈亚 他比赛之前是一个三连胜吗 对 这周的戈亚其实是真不刮了 他的伤害其实已经起来了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 版本陷阱一周一个 但这周绝对不是戈亚 戈亚的伤害其实拉得很棒 我提名一个版本陷阱 法球流敌人杰 真的刮 对 真的刮 但是这把其实他还不算 一个纯阵意义上的法球流 他出了个破枪 他其实就是一箭 他发现了 他如果真的出纯法球流 他就是真陷阱了 对 他得出个破枪 要不然真的伤害打不动 这把其实我觉得 其实这也是LGD的打法风格吧 你会发现 你跟LGD打的局 基本你见不到 孟隆王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局 他们我们赛前不是有看过 他们的胜利时长吗 就是21分钟往后的 对 就是你跟LGD打 LGD打 而且尤其是打到像 吴亥西萨博这种中阶比赛能力非常快的队伍 就是他们其实 吴亥西萨博是在拿中阶优势的时候 他们一般在15分钟 就基本15 6分钟就结束比赛了 对 主要是今天的第2把跟第3把 其实杭州LGD打额 他们都是拿到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至少说是拆掉对面的一座高级 对 但他们总是去丧失好局 主要是中期团战 LGD打得太好了 对 这是真的 他那波一星配合 又还上 还是一波包夹团 一星 然后 格雅士从侧面切进去 直接从后面把那个 法球流地人直接掏死了 对 开了个击跑 直接就冲到地方玩 那波是真的帅 那波其实决议 那波直接从正面进场 进到了敌方的最后排 是 真的很夸张 刚看到也是画面中的嘴哥 跟坦然贴贴 然后又跟花海贴贴 应该是取经那个猪八戒 对 这把这个猪八戒前期 把小龙搞得有点没脾气 赢了嘴哥是笑得最开心的 其实那波确实 上入那波对评 其实我第一时间我没看懂 说实话 因为那波第一时间 下午就想倾线 然后被谈一个闪 就是闪了 对闪了 但是当时我看得仔细看了下 项羽其实当时也交了闪 就是两个闪时间同时交 当时就感觉 产生了个很奇怪的一幕 像猪八戒给那二技能爬到了 给项羽的顶爬歪了 直接爬到了 顶到自己踏底下 就很戏剧性我觉得 毕竟熬战了20多分钟嘛 还是贡献了很多的名场面 没错 这个逞继孙病 太厉害了 而且紫阳他打游走孙兵 他法船带的挺多的 他出这种装备性价比特别高 对 尤其是这个版本的孙兵 因为二技能是自带 cd的 所以说大家现在都是选择一个法船 哇 你看他的输出伤害占比25.7% 比貂蝉打的 输出伤害还高 是队内第二仅次于敌人杰 杨教是符合 这就是游走位FMVP的含金量 确实 就这盘你确实能看出来 就整个队伍的伤害量是 不太够的吧 就是虽然你有个分别 但伤害量是真的不够 然后法球流敌人杰这里打输出也很有限 基本全是消耗 对的 全是刮 打不动人 而且他这种装备跟戈亚对拼完全没有优势 戈亚追着你杀 都说戈亚瓜 你相对于法球流敌人杰 看来戈亚伤害真的爆炸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给到了武汉Insta Pro的游泽位选手 紫阳孙并 这也是紫阳本赛季的第5次MVP 目前排在第1名 我记得昨天刚好也看了MVP排行榜 最后也是 总结了一下 然后基本上都是上野 打也会比较多 定列第1的一个游者位置应该只有杨教了 就这版本 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中辅的声音会小一些 因为这版本不会像之前的比赛中辅会直接往野区扎在前期触发很多的小规模团战从而获得优势 没错 看再看一下最后一波 刺诚这边是被击飞了 是 你要看龙快打完了直接进去 嗯 我的眼里只有龙王 对喽 这个龙王拿下之后的话整个武汉依斯阿PRO就已经 胜券在我了 好的本剧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奇怪 ale 请 追李子 转 快 快 稀 小心 小心 你要 准备 好 这样 招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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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麦的小话给别人把他招 没事 我不要 别人往前招 我中间好球兄弟 我就没有好球 没事 招劲 招劲 没事 受不了了 遇过 遇过 没有啥事 没事 没事 别了 别了 走走走 还是非常的激情 电死你 很直接 然后这个语音听下来的话 其实这一把的 这个战局的影响程度 我觉得确实会让杭州LG大和这边 因为刚刚其实给到了 张晨真来一个镜头 我感觉他 就 我觉得就是 就我觉得对他的 在他视角就是 就就就挺无奈的 因为就前中期 我觉得整个LG大和今天这个波舞 就是把他们能打的东西 包括他们的天赋 展现的一览无一 虽然说在前中期被操作了 但是你会发现 在中期的团战一直是他们强势 没错